好 我们马上就先来看看 在今天我们要怎么说呢 韩国瑜是不是真的在射箭 射向的都是民进党的痛处啊 因为你看在之前 他不是就是这么的不按牌里出牌 大家吓一跳 说是哦 接到民调的话 你干脆就直接说你是挺小鹰的好了 这个民调到接下来要怎么做啊 民调就盖牌了嘛 你看不出真民调 因为韩国瑜告诉你的说 你看到的那些 什么蔡英文大幅领先 我韩国瑜的根本通通是假民调啊 所以来了这一招之外 再出一招 那就是重启特征组 他也大力的宣誓 第二次的电视证件发表会 他不是再讲一次吗 而且逼着蔡英文 非得要回应 他的重启特征组不可 那此外呢 我们也看到 现在是不是真的 年轻票回来了 刚才讲到上了博恩夜夜秀嘛 所以现在听说 捷运还在滑手机 都还在看博恩夜夜秀的哦 好 借罢韩东风什么意思呢 12月21号不是有罢韩的人潮吗 结果潘恒旭说谢谢他 谢谢尹丽 因为呢 这也激起了更多挺韩的人潮 纷纷表态 纷纷都站出来了 所以这一件接着一件 不是就是设向了 这个民进党吗 那民进党现在 刘兆玄送给的民进党政府 五个字 哪五个字呢 有贪骗滥污围 是不是这样子呢 包括过去的庆夫案 撕烟查不出来啊 还有这三百万 哪里去了 这些都交代不清 所以现在你民进党就怎么办呢 赶快来个反渗透法 让他赶快过 那是不是这样 就是希望能够拼2020的胜选呢 来韩冰 我想最近这一轮 韩国瑜真的 我觉得打了民进党 有点措手不及 因为民进党本来以为 他就用民调这个方式 反正就把大家洗脑洗成 韩国瑜已经完蛋了没救了 大家都不要去投韩国瑜了 你看我觉得一个多月前 就已经有人跟我讲说 现在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了 就结束了 可是问题是 韩国瑜一盖牌之后 整个情况变成连民进党 自己都不太相信民调了 为什么 因为最近民调越作业越高 昨天已经到 差38点多了 所以实在是 要突破试诚 我看这个民调民进党 自己都不敢相信 会差距这么大 所以 赢好多 你要知道当你 当你知道彼此的差距的时候 你还知道怎么部署 还知道怎么进攻防守 可是当你 你完全不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 你会变得有点进退失去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韩国瑜在证监会的时候 再丢出重启特征组这一个 这个丢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当场可以看到 蔡英文的反应是有点错愕 他在那边呃呃呃半天 不知道呃什么东西 那个稿子上面不知道 所以有人在 有网友在那边哭手说 蔡英文总统为什么呃呃呃半天 你们都错了 你以为他是回答不出来错 那个稿子上面就写呃呃呃呃 让他去回答 那当然我觉得那个是网友的哭手 那你会觉得蔡英文完全没想到 韩国瑜会提出这个东西来 所以在第二次证监会的时候 韩国瑜继续追打的时候 那蔡英文总统只好 就用那种牵托的方式 把所有东西全部推给马英九 推给都是你们马王正真 去这些东西 但是蔡英文没有办法去解释 好国民党把它拿来用 就是牵涉到马王正真 你可以不用 你不是对自己的青年操守很有自信 你不要这样做不就好了吗 你对自己都没有信心吗 所以就变成 你的反击变得很无力 再加上伯恩夜夜秀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转类点 因为过去 韩国瑜在年轻人这一块 一直相对的比较弱势 尤其是铺天盖地的绿媒 这些抹黑之后 让年轻人基本上看到韩国瑜 都不想看 可是伯恩夜夜秀 基本上就强迫年轻人去看他了 而且你要知道 这个族群对韩国瑜来讲 先天他就不会失分 因为伯恩夜夜秀的观众 连伯恩自己都讲 这边九成以上的人都讨厌 对 你到一个九成以上都讨厌你的地方 你还能丢什么分 绝对不会丢分 至死第二后生 你去就只会加分而已 不会减分 因为反正他本来也不喜欢你 结果去了之后 没想到大加分 因为让大家觉得说 过去这几个月来 绿媒铺天盖地的 这样抹黑的韩国瑜 跟他们亲眼看到韩国瑜 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所以那个点位率 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上涨 我们记得 蔡英文总统是4月到现在 8个月的时间累积了330万 结果韩国瑜才三天 才几个月 已经300万了 很惊人 这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 表示不管喜欢或不喜欢韩国瑜 他们都想去看一看 韩国瑜到底表现了什么东西 所以你知道现在PTT 又有另外一种抹黑方式 说你们那个300万 都是偏很多中国大陆来冲的 其实我觉得这样自欺欺人 你们如果高兴 你就继续去做 没有关系 那你会发觉 这整个又配合上 这个WeCare 这个引力他们这些人 去搞乌龙弄了一个罢韩 老实讲一个 假设你真的认为自己领先的人 你何必去做这些事情 根本不需要去做 那硬去搞这个东西出来 反而去集结了韩家军的士气 让他重新走上街头 继续走上街头 不管你说他30万 5万人也好 10万人也好 8万人也好 随便你掰 他就是让高雄人看到很多人 走上街头了 那天满坑满谷人 因为我也在现场 其实原資跟我一样都在现场 其实这个左右四面八方 到处都在现场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估计 到底有多少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自己亲眼看到了 就算支持绿营人 他自己都亲眼看到了 韩国瑜的支持者真的是很多 绝对不可能是差距38%这种数字 所以他们开始在担忧了 这个时候刘兆玄又提出来这一个 这五个字 骗 贪 烂 乌 为 是 骗 贪 烂 乌 为 其实就点出了民进党这执政 三年多 四年来 这骗 贪 烂 乌 为 这五个字就是民进党的五大座右铭 反正什么东西都先用骗了再讲 然后什么东西 就是想办法满足他们这些贪烂的肥猫 然后什么东西就是行政部中立 我滥权 我管你的 我就是这样硬干 然后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在用废发电 又为了去达成民进党遥不可及的 所谓的绿能的梦想 不但要花掉我们的钱 还要我们的命 然后整个台湾陷入一个危险的境地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 那蔡英文这一块遮羞布已经被揭开 你的芒果干真的那么有用吗 大家吃芒果干吃那么久不会腻吗 所以我必须说 蔡英文接下来还有一招 他还有的 大家相信我他绝对还有 大家不要忘记 中选会还在蔡英文的手上 他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硬要把李金勇这么争议的人 放在中选会主委这个位置 绝对不会叫他来吃醋的 绝对不是叫他来领薪水而已 他一定要有所作为的 不然你告诉我 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 所以这个有李金勇在那边把关 然后接下来剩下这十几天 他们还会继续再出招 你相信我还有更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会出来 因为现在友台 已经在搞一些什么你知道 在搞说连李嘉峰哭 在讲到过去的事情 讲到同甘共苦夫妻之间 经历过这些磨难 在那边有点感慨流泪的时候 他们想说你看你看你看 这一定是感慨说小三 韩国瑜借小三三百万 哪个都不知道 用这种方式 你知道现在就是铺天盖天 要用这种方式去抹 但是我必须说 这样子抹还会有用吗 我必须说你抹一个人 如果抹到恰到好处 你会让人家相信这个人 可能是个坏人 可是你不断的抹他的时候 像以前我们都讲下节喪咒 是最坏的全世界最坏人 结果后来人家就说 就会有点去想 怎么可能所有的坏事 都他们两个干了呢 然后后来有人说 因为他们做得不好 所以天下之恶皆归于节奏 就是大家把所有的坏事 全部往他们身上推了 所以同样的 你们现在把所有的坏事 都往韩国瑜身上推的时候 正常的人也会脑袋去想 韩国瑜有坏到这种程度吗 会像你们讲的这么夸张吗 这个已经坏到不像个人了 所以我相信理智人 都会慢慢去思考 再加上韩国瑜亲身在 播音夜夜秀的表现 我觉得年轻人现在就算 不支持韩国瑜 他至少会认为 韩国瑜根本不是绿营媒体 所塑造的那个假象 现在这个韩国瑜 他是一招接着一招出来 刚才一说 你要说这博恩夜夜秀 让年轻人看到 我直接就告诉你说 我韩岛来了怎样 对 但是我就是让大家 能够看到我可以表现的是 那些网军或那些绿营说的 完全不一样的韩国瑜 让大家看到最真实的一面 那么就不需要再受到网军的操控 可是你说对 民调有网军 但是我韩国瑜同样能够破解 他甚至在接受 另一个媒体的专访的时候 他就提到了 他说 到时候民调最好是100比0 蔡英文是100 我是0都没有关系 因为就是让民调盖牌 盖牌的目的就是要 断掉他一只手臂 现在他面对的 不是一个三军统帅 是四军统帅 因为是陆海空还要再加一个网军 但是是不是真的都纷纷奏效了 从现在目前感觉到的 的确不太一样了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原知 你们韩正英的部分 你们所看到的是不是真的 包括上一博恩夜夜秀 真的年轻票有可能就回流了 昨天还也上吴宗宪的节目 结果还有一系列的 好像感觉起来都跟年轻族群 在最后的关头 来做互相的沟通交流 你知道上那个博恩夜夜秀 韩国瑜他的这个影片 已经300多万了 335是不是 335 蔡英文大概放了大概半年之多 也差不多这个数字 7个月左右 韩国瑜大概几天 就是达到这个数字 代表说大家非常关注这件事情 关注就是好事 为什么 因为如果真的很不喜欢他的人 你可能连点都不想点 不想看到他的脸 就像我看到民进党的一些 政治人物的影片 我根本不会想点去看 看了就讨厌 就烦 可是他至少那些年轻人 愿意去了解说韩国瑜到底在 那个影片里面讲了什么 跟博恩互动了什么 所以那个点阅率 其实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第二个 韩国瑜在博恩夜夜秀里面 最后不是秀了一个绝活吗 先盘腿吗 然后站立吗 然后又来行走吗 对不对 叫博恩跟他挑战 很多人就在讲说 他这个动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后来韩国瑜又上了 另外一个知识型网红 叫做志祺七七 另外开了一个频道的一个 一个新的频道叫做叫七七日常 这个七七日常 他的订阅数没有像之前的 志祺七七这么多 大概我看只有几千的订阅数 可是现在韩国瑜 上那个七七日常的 点阅率也超过了30万以上 也超过30 所以说年轻人的关心度 就非常的高 韩国瑜就在那个七七日常 就是刚刚我讲 知识型网红的频道就解释 他说做这个事情 就是盘腿然后站立 代表说当然第一个 他觉得博恩一直在整他 一直笑他 挖苦他 他也要让博恩有一点点难看 那当然是开玩笑的 就有年轻语言 第二个他就是说 做人就是要柔软 即便是在比如说低潮的时候 也可以站起来 例如这样 其实他是有意义的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 看到这几支影片 的确是有被感动 被打动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的一些留言 有的人讲说 我以前很讨厌韩国瑜 我现在没有这么讨厌韩国瑜 有人讲说 我看了韩国瑜在博恩的表现 我再去看他之前的一些新闻 我发现他以前 真的是被黑得很厉害 他真的是被无限放大 我跟大家讲 现在一些媒体或王军 黑韩国瑜黑到什么程度 我们最近不是做了一个 孵蛋的创意 其实孵蛋者跟韩国瑜 没有很直接关系 因为他是一个小编 一个梗 跟韩国瑜建议说 市长 我们现在要推青年政策 青年政策很重视青年创业 青年创业就是有孵化器概念 就是育成中心 把你从不会把你孵出来 变成一个企业家 小编就是有梗 他就说不然我们真的弄一个孵蛋器 然后搞几个鸡蛋在里面 然后我们就直播 新人家上来看那个蛋 同时把青年政策 放到那个频道的说明那边 所以大家上来看蛋的孵蛋的过程 就会留意到青年政策的全部的文字 这是一个小编的创意 所以他一直在那边直播 结果那一些网军 或者是有些媒体就硬要讲说 韩国瑜没事做 你看韩国瑜今天又只有两个行程 他在干嘛 他在孵蛋 韩国瑜除了孵蛋 没有别的事做吗 我说帮忙好不好 不是韩国瑜坐在那边孵蛋 也不是韩国瑜在那边看他孵蛋 那个是一个萤幕在看 人家孵蛋黑还没有2.0 所以取说那个蛋里面 有一个叫宝贝 他说这是在对王小姐隔空传情 我真的佩服 我真的无比头地的 无体头地佩服他们的联想力 他说我们那个蛋都会转 只有一颗宝贝不会动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宝贝都是给王小姐看的 我觉得黑到这种地步 还会有人相信 真的是受不了 然后我昨天又看到另外一个 也是在黑 他说昨天韩国瑜 参加一个新创英雄会 也是针对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现在非常重视创业 里面就有非常多的 像张善政一些立法委员 他们也是穿得像我身上这件 钢铁韩粉的外套 然后因为是英雄 所以他们有一把箭 然后他们有一个桥段是拔箭 然后有人就说拔箭 你看每一个人都箭指韩国瑜 你看韩国瑜臉这么臭 就是因为大家箭指他 让他很不爽 我以为你帮帮忙好不好 这就是一个桥段 你们也可以这样联想 很会 对 所以你知道很多年轻人 有时候还会被他们这种 嬉笑怒骂吸引 可是实际上他们讲的 并不是事实 在过去可能是有用 因为说年轻人看到 从这样的媒体认识韩国瑜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但在博恩夜夜秀之后 就是有一部分大家已经认出来 韩国瑜好像也不是这样子 第一个他其实 他很愿意勇于面对 不喜欢他的人 走出同温层 这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他其实身段很柔软 就是说你骂他他也没关系 我这韩岛来了 韩岛其实是民进党酸他的 说他很会倒 所以叫韩岛 然后他说那没关系 你叫我韩岛也好 叫我韩总基也好 他无所谓 你叫我都OK 就是置于愚人 懂得自嘲 年轻人喜欢这个调调 然后再来就是以前 人家不说酸他说 草包英文很烂 对不对 可是你看 金星体 金星体就是讲一句中文 然后中间夹杂一两个英文 对不对 我的早餐吃pancake 我早餐吃煎饼子 我今天看到兵哥非常happy 好辣 你不用教我们 然后结果你看 韩国瑜在博恩夜夜秀 博恩是英国的硕士 英国还是美国的硕士 然后从小住在国外 跟韩国瑜是对答如流 那个英文对答如流 所以年轻人就发现到了 也没那么草包 而且比蔡英文好多了 蔡英文的话 像唐慧玲都有解析过 蔡英文的文法 I have a problem of saying English 就是完全用字跟完碼都不对 所以第一个也没有那么草包 然后再来你看他在里面的时候 他也传达了 比如说他对于对岸的一些 一些看法 要保护中华民国等等 我觉得其实就达到很好的效果